2024年8月8日 台湾媒体披露了一款台湾自研的中程弹道导弹 据说这是该导弹的首次曝光 并且在图片中还能看到该型导弹的生产车间 以及重达20余吨的重型导弹组装架 另外在近期在军备局平台公布的先进科技计划中 意外出现了一项新研究 是关于超燃冲压发动机方面的研究 间接印证了台湾新型远程导弹的存在 从最初传出消息到现在媒体披露 台湾这款高超音速武器还是藏不住了 根据报道 这款导弹的研发由中山科学院内部的一个计划师负责 在过去几年中 这座计划师已经先后为台湾研发多种导弹 在军备局稍早公告的 关于台湾2025年先进科技研究计划中 中山科学院提出一项突破式计划 名为超音速燃烧式助研特性 以及超高温复合陶磁材料研究 计划用三年时间来研制耐高温高热的防护材料 同时改良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式与助研系统 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想必各位已经很了解了 飞行路线更高速度更快 并由此带来了更强的突放能力 另外还能凭借优异的机动性 大幅压缩敌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 带来远超传统导弹的威胁性 显然也正是因为高超音速武器 所拥有的特性与能力 才使其成为台湾导弹系统的发展重点 而这项由中山科学院内部计划室负责的计划 正是高超音速武器中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超燃冲压发动机 那么在台湾各类导弹计划中 有没有已经完成的高超音速武器呢 在这个时候 就不得不提一下 中山科学院内部的这个计划室了 2019年8月1日 晴天计划室成立 在过去的30年中 晴天计划室及其前身 已经实施了多个专案 包括晴天 晴升 岑系 以及晴阳等 除了天宫系列防空导弹 与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以外 晴天计划室涉及了其他所有资源导弹 在最近几年中 晴天工作室又开始涉及运载火箭 弹道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目前在台湾已经公开的导弹系统中 雄风2E巡航导弹 射程已经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 除此之外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 还有未亮相的云风巡航导弹 晴天导弹 以及另一款未知名的弹道导弹 此前 美国智库曾对其中的云风导弹 进行过一次介绍 按照美国智库的推断 云风巡航导弹的射程 介于1200公里至2000公里 是台湾重要的打击利器 至于晴天导弹 与未知名的弹道导弹 美国智库并未做出介绍 不过从台湾以往的导弹专案中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推测一下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台湾从美国引进了 冲压发动机计划 并在1996年启动了一项计划 开始设计测试冲压发动机的远程 与高速巡航性能 该计划是晴天专案的前身 此后 台湾在该计划基础上 在完成雄风三型导弹的研发后 台湾开始推出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以及威力更大的远程导弹计划 由中山科学院内部的W99小组主导 进而发展出云风对地攻击导弹 从当前公开资料来看 云风导弹在项目一开始 就被定义为超音速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不过由于台湾将其一直隐藏在 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的项目之下 所以外界关于云风导弹的消息非常有限 2012年 台湾开始进行云风导弹的秘密试射 并在2013年完成中低空全射程飞行实验 然而台湾军方觉得 云风导弹精度不足 达不到军方要求 再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 导致云风导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一直处于暂停状态 直到数年后 云风导弹才得以重新启动 2019年 媒体传出消息 表示台湾将执行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但考虑到技术难度等多方面因素 台湾选择将云风导弹研发工作进行了炒粉 以秦阳 冲压发动机等项目并行的方式 开始云风导弹的后续工作 而在最近几年 中深科学院在屏东 台东一带 多次进行无限高导弹的试射 外界猜测其中就有云风导弹 2019年 云风导弹量产计划开始 在同年启动的飞机二号项目中 还出现了云风导弹的编列预算 包括导弹本身的生产备料阶段 秦阳冲压发动机项目 以及麒麟推进系统等 2021年 台湾重新估算了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并预计将在2027年 完成云风导弹的量产工作 此后台湾便加速研发云风二型导弹 编列4000余万新台币预算 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以上的 对地打击导弹 按照计划 云风二型导弹的飞行速度将达到6马赫 于是中山科学院在2022年6月份 将项目改名为 晴天高潮因素巡航导弹 2023年 根据媒体披露 台湾已经完成了晴天导弹的 第一阶段量产 生产总数为15至20枚 同时还有10套发射系统 目前已经交付台湾空军导弹部队 并且已经在台中 台北地区进入实战部署阶段 在性能方面 晴天高潮因素巡航导弹的外观 类似于放大版的雄风三型反舰导弹 弹体长度达到14米 推进气直径达到1.2米 使用晴阳冲压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6马赫 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 虽说晴天导弹的性能 已经基本满足了台湾的需求 但台湾并未就此停步 开始发展更加先进的高潮因素导弹 也就是此次媒体披露的 台湾新型打击导弹 外界称其为晴天二型高潮因素导弹 与上一款晴天导弹不同的是 晴天二型是一款陆基中程 地对地弹道导弹 采用了两段弹体设计 并使用了复合材料 导弹装备了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可能超过2000公里 甚至可能达到3000公里 同时晴天二型导弹的战斗部 还可以根据作战任务进行更换 包括高爆、子母弹等常规战斗部 这就意味着晴天二型导弹的 主要打击目标 是地面高价值固定目标 考虑到晴天二型采用了 陆上机动发射的方式 在作战时的生存性 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目前根据台湾高层给出的消息 晴天二型已经进入量产阶段 不过由于晴天二型导弹 仍处于秘密生产阶段 在现阶段 包括导弹详细外观 战斗部大小 具体射程 制导系统 部署地点 部署时间 以及生产总数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还是比较少的 另外 在导弹发射车方面 军方仍在进行采购 而此次曝光的弹体 据猜测正是晴天二型 并且很大程度上 是作为晴天一型 完成阶段性研发的增程版本 与此同时 台湾还在推进 高超音速发动机的研发 根据媒体报道 台湾发布的 明年高级研究计划 招标公告显示 将研发一种新型发动机 作为台湾未来 高超音速武器 所使用的推进系统 这项计划 由中山科学院 负责监督开发工作 将从2025年开始实行 预计将持续三年时间 项目重点是 围绕超燃冲压发动机的 材料与技术 有专家表示 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材料的选择 与散热的设计 在今年6月份 台湾曾向高校 发布一份文件 表示希望能寻找到一种 可以耐高温的 复合陶瓷材料 以此来改善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点火 与火焰保持能力 由中山科学院负责监督 作为一种新型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大优势 就是具备速度快 飞行高度高 以及机动能力 其展示的实力 远远超过一般的 常规弹道导弹 能够在敌方防御系统 做出反应之前 对其进行打击 而超燃冲压发动机的 研发进程 将影响这种武器 这是一种先进的 喷射发动机机设 可以最大限度地 利用外部空气进行燃烧 能够在短时间内 将导弹的飞行速度 提升到无慢何以上 与传统喷射发动机 不同的是 超燃冲压发动机 没有移动部件 因为不需要利用 旋转的风扇部件 来压缩空气 早在数年前 外界就曾传出 台湾可能装备了 新型高超音速武器 也就是晴天巡夜导弹 当时台湾军方 还对其进行了许多宣传 乘其射程 可以达到2000公里 从近些年的新闻中 也能看到 台湾已经多次 进行类似的试验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对这种 远程导弹的试验 并不顺利 要知道晴天导弹的射程 可是超过2000公里 而且是以超燃冲压发动机 作为主要技术 但受限于台湾的面积小 导致测试区域比较小 所以在晴天导弹的 验证工作上 只能采用分段测试 来得出部分数据 不过台湾也不是 没有别的测试办法 长期以来 台湾采购的美制武器 通常都会在美国本土 进行试射 比如采购的 爱国者防空系统 2016年就曾在美国 新墨西哥州的 白沙导弹测试 进行首度实弹射击 2021年5月 台湾还在岛屿东南方向 首次试射 AM-120中程空空导弹 所以有媒体表示 中山科学院 有意效仿爱国者导弹的模式 去海外对晴天巡航导弹 进行全实弹最终工作测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晴天系列导弹 是台湾军方的最高机密 不知道军方 愿不愿意将这款导弹 在美国面前展示 另外在稍早前的 本月3日 媒体还在台防务部门 公布的 液入管制军品清单中 发现了 天空寺导弹的最新消息 是台中山科学院的 强攻计划所研发的 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去年8月份时 这一系统的新型雷达 先与导弹完成部分测试 交由台军单位适用 去年则在九鹏基地 进行了双发拦截把弹测试 以开始进行小批量生产 在下一期内容中 火力军会为大家 带来天空寺的最新消息 敬请期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 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台湾所研发的 晴天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如何 在未来三年中 台湾能否对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材料 做出突破 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な吩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